我是蝉蝉,一个极美貌和才华一余生的女反贼 Hello,大家好,我是蝉蝉 今天跟大家聊个事儿啊 跟胡锡进有关系的 这个胡锡进这张嘴啊,我看着就烦 平常他微博上在那儿逼一逼,我也懒得看 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我昨天讲的中国式辩证法搅浑水啊 然后你说这只鸡好吃 他说这只鸡长得真美啊,毛可真多呀 就成成像个傻逼啊 但是他今天说的一个事情 我还是想拿出来说一说 就是中国有一个挺有名的数学家 他叫这个邱成童 这个邱教授在华科演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说中国的数学不及美国1940年代的水平啊 然后这句话说了以后在网络上 这是引起轩然大波 妥妥的辱华 我们这中国这么强大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们现在数学水平不如美国人 几百,将近一百年前 你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事情 出了以后呢有一个叫向力刚呢 他马上就开始在网上怼这个邱教授 说你看你这个装逼 你凭什么说我们这个数学不好 对吧,你啥意思是不是 然后一般连数学解题 我觉得连个医院意思方程 都不一定会解的这个文和网红啊 也相继加入这个怼邱教授的这阵营当中啊 那随着这个向力刚的痛批 胡锡进呢也开始跟着有样学样 说话阴阳怪气的啊 那我们知道对于这个邱成童教授的这个观点 就是中国现在的数学水平不如1940年代的美国 这个网红呢他自己呢就纷纷的举例子 甚至说这个不懂数学的这个向同学啊 其实这回就在没有没有在网络上讨的好 因为他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立场 他不是就着这个邱教授本身的这句话来做分析 他是让这个立场先行 我管你三千二十年你这是辱华吧 你这个东西说的不管是不是事实 反正你辱华了 这个论调我要先给你下一个结论 然后我再去里面填一些似善而非的论据啊 那我从这个网络上的热度来看 因为咱们也知道嘛 这个中国呢毕竟是粉红大本营 那这个向叫什么向立刚啊 他是中专毕业啊 但是这中专指的是他第一学历 所以呢我们叫他向中专 就是呢感觉这个向中专还是挺有人气的啊 人气也比较高涨 这不嘛我们也知道胡锡进平常 他也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 哪有热点他往哪里 他的这个论点一般是看中央的脸色 中央如果对这个事情啊不太在意 那这个老胡呢就装了吧 记得开始伸张正义 如果这个事情但凡涉及到一些中共的敏感点 你放心老胡绝对是这个 站在中式辩证法的角度 第一个来维护体制的 他那个辩证法角度非常清晰啊 你看老胡他平常发一大长篇 经常左边论述一点 右边论述一点 貌似你搞不清这家伙是什么意思 就妥妥一个脚浑水 好像他说的也挺有道理 但你读到最后你就发现啊 这家伙还是个赵家人维护体制啊 打完一个一场浑水以后 让你就是说哎 每个人的心理都平衡了 最后给你下一个结论啊 我们还是要维护党的 还是要维护体制的 我们还是要领先的 对不对 那我看了这回这个胡锡进 他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个中国的原子弹制造呀 包括现在的天宫 与超音速飞机等等啊 这个我们引以为豪的 中国梦的实验成果 那他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 为了证明中国的数学科研不差 反而很强 中美在数学领域的差距 没有像邱教授说的 将近差了84年 这就是这个胡锡进的论点 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胡锡进向立刚 他们举的这些所谓的 中国在什么航天宇宙飞机的领域的成就啊 他都是在应用领域 他没有涉及到数学理论的一个基础研究 那这些地方他没有谁说我们差 对不对 谁也没说你数学应用的不好啊 我们所说的是你这个数学理论的研究 就跟这个化学一样 你说这个化学元素 第一个是谁发明的 对吧 谁发现的 这个化学反应 最开始是谁做实验 谁提出的 而不是说啊 后面你知道这个化学元素 知道这个化学反应 是以后你拿去应用在这个工业上 应用在化工上 应用在这个煤炭上 对吧 你那个叫做理论 自然科学的应用 我们现在扯的是这个理论 就是这个奠基人是谁 说白了 就是0到1 这个过程是谁来完成的 1到100 你再牛逼没有用啊 我们现在这个像 就是这个邱教授 人家说的就是数学理论 就是这个最开始的贡献是谁的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胡锡进 向力刚就把蝉蝉昨天说的 中式伪这个辩证法 用的特别好啊 我明明跟你说的是 我们在数学的研究性的 这种创造性的贡献 你跟我说的是 你利用数学取得了这成就 这不就是声东击西 指路为马啊 这个跌倒是非嘛 对不对 就故意去混淆这个概念 你说普通的这个粉红啊 连数学是啥都不知道 连什么勾股定理啊 这他都都不知道 什么连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 这都是个定理 这他也不知道 他就只知道 啊你看看 我这个向教授说的挺对 老胡说的有道理啊 你看我们这个宇宙航天啊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牛不牛逼 是不是高高的领先 遥遥领先 所以他们完全就跟这个向教授 他所说的这个就不对 他跟这个邱教授他所说的东西 完全不在一个赛道上啊 就是你想啊 就是这些地方 没有人说你数学应用的差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 这个应用的理论 理论和这个应用 它在这个科学上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啊 你就是从这个向力刚 包括胡锡进这两个人 搅浑水的表示 你就知道这俩人 他们说不定就连普通的 什么二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 更别说什么 求什么变量啊 求函数这些玩意儿 估计他们的脑子里 都是浆糊都是屎啊 他们只知道这个数学的概念 他们可能脑子里理解的数学 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他们根本不知道数学 它分为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 还有数学延伸出来的 功科理科对不对 咱举个例子 你说这个计算机人工智能 对吧 他们看的只是这个功科创新 没有理解 或者不愿意承认 这些功科创新的理论基础 来自于哪里 你举个例子 你说计算机人工智能 它背后肯定离不开数学 因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 芯片的这个背后是算力 它背后都是跟数学息息相关的 你只能说这个人工智能 计算机是数学的 这个应用领域的延伸 它是基于某一个理论 对吧 你这个理论到底是谁提出的啊 你这个理论的源泉来自于哪里 谁也没说你现在可以造计算机 你可以搞自己的人工智能啊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问题的这个源泉是 你这个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个算法 算力啊 这个数据是根据谁来提出的 你来应用人家这个东西 相当于这个最早提出数学理论 数学概念 比如提出勾股定理的这个人 对吧 人家是通过这个反反复复的实验 给你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然后你在人家的这个结论的基础上 你去开花发芽结果 但是你不能说这个种子是你种的 我现在问的是种子是谁种的 你不能说这花是你开的 你这不就傻逼吗 对不对 数学化基础理论创新方面 我们有硬核成果吗 其实我们很少的 中国你就别说了啊 你这个大清朝王之前有啥数学 中国没啥数学家 对吧 然后结果被土共夺的天下以后 天天搞斗争搞运动 哪有啥数学家 OK你说一个化罗庚 但是那也是为数不多的 在这个数学理论方面 有那么一点点贡献的人 比如什么化罗庚啊 陈景润这些对不对 但是你说还有谁 其实没谁了 这些现在我们学的数学课本 数学公式啊 这些数学定理 所有的定理 包括圆周率 全是这个西方的科学家发明的 你可以说你在圆周率 这个派的基础上 你有很多很多应用 对不对 比如建筑的这个对称之美 你用的是这个派啊 但是我就问你 这派是谁提出的 你根据这个派 你搞这个对称 你搞这个建筑的这个逻辑 这个架构分析 结构之美 押韵之美 但是你这个东西 不是你原创的 你是在人家这个理论提出之后 你去发扬光大延伸的 谁也没说 你不会发扬光大去延伸的 中国都很会超嘛 对不对 你就跟这个电动汽车一样 人家特斯拉是这个 创作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之父 人家搞了这个基础的电机 基础的框架 后来这玩意儿开源给你了 你从一乘到一百 这叫应用 但是零到一 这东西就是理论对吧 这都是一个最基础的框架 所以你看他们是不是在混淆概念 我问这个汽车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理论框架 是谁对吧 然后他跟我说 我们现在造车造的很多 这就是完全针对同一个事情的 一个混淆是非的说法 普通人如果不具为这边撕裂能力 轻易就被胡锡进这些 搅浑水的 东脚脚西脚脚 东边给你个桃 西边给你个橘子 然后最后给你说 你吃的这是苹果 实际上就这么一种概念 我们从这个胡锡进 还有这个项立刚 他俩人的观点中就搞明白了 他俩就是个门外汉 根本不懂什么工科 工科创新的这种底层逻辑 俩人实际上都是文盲 而且那个项中专 还就项立刚 他说这个理论数学架构已经固定了 没有可能再发展了 他的开口就是科研成果 数学与物理 是提供理论的地方 这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实质性成果 理论就是服务于成果的 那理论本身 他不可能产生成果 只有把理论对吧 发展延伸 有可能会创造出成果 比如说数学理论 物理理论 应用在人工智能上 出了这个sora 出了这个视频 人工智能软件 但是你说这些理论本身 他就是一个定理 他哪来的成果 这不就是混淆概念吗 什么玩意儿啊 对不对 没有数学和这个物理的基础理论 现在这些信息技术 那有可能会发展吗 你用的是手机 背后设计的是什么 半导体数据传输 芯片 对吧 这些通讯技术 哪个不是数学物理吗 你这个通讯技术 是应用了 这个数学和物理的基础理论 你呢 是这个理论基础上的 一个延伸 是一个实践层面的 所以这一个是理论 一个是实践 完全是不同的领域 那你说美国的强大 他其实啊 不在功科 而是在他这个理论创新上 说白了 人家就是说零到一特别厉害 中国就是没有这个零到一的能力 我跟你说零到一 你非跟我说的一到一百 对不对 这个项利刚啊 他这个人 大家去查查 这家伙就是专吃爱国饭 什么立场 什么科学 什么精神 什么人文 什么政治 只要爱国 我怎么都行 那胡锡进呢 他就是这个靠骑城墙 骑城墙长大的啊 他们都是这个文科的教导者 与其说是文科 不如说是卖嘴皮子 这个就是说混淆是非的人啊 就天天给你用一套诡辩式的中国式辩证法 中扯西扯的 他们对科技创新的理解 我估计啊 跟习近平也差不多 都停留在这个应用层面 你就像习 他这回不是来欧洲吗 坐着他那红旗车 他肯定只知道这红旗车是中国制造 他不知道这红旗车背后中国制造的这些理论 每一个零件 每一个螺丝钉 你的发动机 你背后的一点一点的这些理论拆分 都来自于西方 你与其说是中国制造 你只能说是中国组装 但是他背后的这些核心东西的源泉 哪一个离得开美国 离得开欧洲啊 都不可能啊 对不对 这一点呢 其实有一些人看的还是明白的 他们一直知道说这个美国名校的基础创新性非常强 提醒国人好好学数学啊 这就是对你那种很诚恳的很客观的提醒啊 其实我们这里想说一下啊 就中国数学不仅美国1940年代水平 是这个邱教授邱成童长篇演讲中的一段话 他的当时的这个观点完整的 是有一个详细的论据去证明的啊 你很多人就说他轻易的下了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胡扯八道啊 大家可以去翻这个邱教授他的一个完整的演讲 人家举了特别经得起推敲的逻辑和例子 去验证人家说的这个啊 就是在理论创新方面你们遥遥落后啊 所以呢一些网友他就理解秋老的这个话的意思是 中国的这个数学界的影响力对吧 在这个影响力创新力人才储备上 其实赶不上上个世纪40年代的美国 而不是说中国目前的数学水平不如1940年的美国 这个理解其实很有说服力 你就像现在这些年轻人的做题水平啊 中国这大学生高中生动不动去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全是金牌 这些美国啊欧洲的学生他们根本竞赛不过这中国学生 竞赛不过这小镇做题家们 他们确实挺牛的对不对 但是换言之就是说你们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以后 你做题你搞应用还可以对不对 但是人家这些考试考的不如你的人 反而可以提出这个理论 反而可以搞出这种创造来 你需要去反思一下这部分的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你作为这个文科生胡锡进啊 还有这个向力刚 你们俩就应该老实点 二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 你们在这装什么比例对不对 其实呢 看他们看见这个秋老的说法 是在强行的去站队 说我们数学不差 但是人家秋老没说你数学差 人家说的是理论数学 你说你从这方面说 你是不懂数学 还是在那装坏对不对 掩盖舆论 利用爱国打这个亲情牌呢 其实邱成彤的话引起争议 一方面呢 是中国人他们喜欢断章取义 就拿你这个研究中的余句话来做文章 然后给你扣一个帽子 你不爱国 你辱华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现场的视频啊 前后都有其他内容做对应 一些吃爱国饭的人 就在中国现在特别多 这个就跟党妈脱不了关系 他们就喜欢这帮吃爱国饭的人 跟他们一起站队 给他们一起造势 站在道阁制高点上 强行的带节都带上审判啊 其实邱成彤他所说的这个理论数学的研究 属于底层科研 底层科研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是又费劲又吃力又不讨好的 为什么说其实做理论的人特别累呢 你就像做这个物理理论 做这个天体理论的 包括做数学理论的 他们每一天都在不停的利用实验 利用公式去验证自己所提出的一个猜想 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啊 你需要反复的大量的搞 而这个东西呢 理论它本身不产生任何的效应 所以这玩意又枯燥 又不容易成名 又不容易再带来经济利润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清贫的行业啊 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那其实你可以看 邱成彤这个人 他其实非常有贡献 也是中国数学的一个大家 带过超级多的学生 也在数学理论上 有自己的见数 人家不缺钱 也不缺赚钱的能力 人家说两句实话 就被胡锡进这种 御用走狗 还有夏立刚这种爱国中专生 拼命的攻击 拼命的带节奏 势必要把人家老头 打成一个什么 叛国叛党的反革命 你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啊 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 可真难 我昨天刚讲了这种 就是中国式的辩证法 就是中国式的诡辩术啊 就非要把你一个 正的东西说成反的 明明我指的是这个概念 他非要给你牵抢 复会到另一个概念 结果你看第二天 就出了这么一个中国特色 所以只能说 中国式的这种辩证法 应用太广泛 确实也要领先 好吧 就说这么多 拜拜